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你吃饭的过程中 饮用大量的水会吸出这些消化液 导致杀菌和消化的能力下降 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和卫补细菌的感染 第二就是高强度的训练中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都会备好水 但是我们在进行剧烈运动的时候 中途休息的时候 不管有多渴 都不建议大口的灌水 因为在高强度的运动时 体温会有所上升 大量的喝水会导致电解质被稀释 就会导致出现恶心 头晕等情况 第三就是尿液无色的时候 如果尿液的时候发现尿液清澈 没有什么颜色 说明体内水分是比较充足的了 尿完短时间内是不要再大量的喝水的 因为这样会导致身体的盐 海量过低 引起水中毒 而且细胞吸水过多会膨胀 会给大脑带成压力 而且也会影响呼吸 还会引起头晕 头痛 呕吐水中等情况 第一次就是吃辣的时候 我们吃辣椒的食物时 辣椒素会引起嘴巴有消灼的感觉 而辣椒素是非极性的分子 只要能够溶解在其他非极性的物质中 比如牛奶 水是属于极性的物质 会让辣椒在口腔和咽喉中扩散的更快 但辣感会更加的强烈 如果手边没有奶 可以吃一些没有辣味的食物 第五就是睡觉前 睡觉前大量的喝水容易导致咽尿料 就容易导致失眠 而且肾脏在夜间运行相对缓慢 喝水多容易导致面部的浮肿 并且喝水多会增加血管的压力 容易引发急性心脑血管疾病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还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和大家及时的回答 欢迎早上收藏备用 欢迎收获留收生活 欢迎收获养的养生知识 学习来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